排骨捡回家不要老是炖汤喝了 你们试试我这种做法 做出来的排骨软烂入味 非常的好吃下饭 排骨先冷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 等煮出血沫再捞出来清洗干净 再放进锅里加葱姜 干辣椒 生抽 鸡精 白糖 蚝油 老抽 半瓶啤酒 适量的清水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有18种香料配置的卤料包 它还可以卤肉卤菜 最后盖上盖子 炖50分钟在大火收个汁就可以了 卤排骨这样做你学会了吗